侮辱人民子弟兵 他们是怎么敢的 北京官方介入 效果文化被立案调查 只能说调查的好 5月13日有观众表示 效果文化北京场演出中 脱口秀演员李浩石 用不恰当的段子 拿人民子弟兵的口号 玩恶劣的梗 这些音频真的听得人火大 这群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几个字是不容冒犯的 这短短八个字背后凝聚的是 多少血与火淬炼出的信仰 抗洪抢险救灾 撤侨护航保驾卫国 哪一次不是人民子弟兵冲在第一线 5月13日 效果文化发布致歉声明 声称无限期停止其演绎工作 并且向社会大众表示道歉 然而这样的托词并不能让人满意 这已经不仅仅是道歉的问题 而是涉及法律问题 随后北京文化执法总队 对效果进行立案调查 因网友纷纷叫好 效果文化不是第一次翻这种车了 效果文化2014年成立于上海 2017年吐槽大会横空出世 捧红了李旦和池子 从此脱口秀在鱼圈有了一席之地 从此肆无忌惮地蹭社会热点 踩底线弄舆论成了他们的稿子 完转流量成了他们的目的 其中不少稿子都惹得观众大火 什么有观众上纲上线 我们只是调侃啊 这种言论反复踩着观众的底线 把自私的言论说成理性 李旦在家中挂东亚病夫 池子在国外胡说八道 一次又一次地刷新底线 然而脱口秀不是法外之地 人民日报直接点名批评 片面追求效果 不惜踩踏底线 希望调查能早日出结果 脱口秀也不是法外之地